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举办全国首创的国庆公益路跑 继脑麻阳光剑走活动 吸引了上千人前来共襄胜举 并在现场邀请到脑麻斗士黄乃辉先生 一同为现场的朋友精神喊话 透过此活动 不仅希望促进脑麻人士到户外活动 更也希望吸引大众对于脑麻人士的关注 我感谢大家一向的 全部人的爱心 目前为难免而继续大家体能 今日の名称 内存争 健康 亘以后 天天加油 脑麻鬥士上 本身是復健科專科醫師 我們本身就有接觸一些 脑麻的一些小朋友 所以我們就結合了脑麻協會 舉辦了一場脑麻陽光健走 希望藉由健走的機會 他們可以再多接觸陽光 不要一直走在家裡面 造成他們骨質的慢性的一個流失 我們藉由一個陽光的健走 來帶動他們接觸陽光 然後希望他們有一個 陽光正面的一個運動的機會 這次的一個脑麻的陽光健走 我們西區福能社 拋磚引運捐出10萬元 希望可以帶動我們這個公益的活動 再加上我們今天1013 一個日子就是一人一散 希望這些跑者可以發揮愛心 把他們的路跑晶片捐給 患得脑麻協會的一個手工餅乾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西區福能社在歷任的社長的帶領下 其實我們在三年前的一個聖誕晚會的時候 我們有結合一個 脑麻協會的一個小朋友他們一個手作的一個 膠紙陶的一個陶藝品 然後當天我們意賣所得總共募得50萬元來協助這些脑麻的孩子 再加上我們今天的一個公益路跑 結合脑麻陽光健走 希望可以帶領這些小朋友多多走出戶外 接受陽光的洗禮 帶動他們一個正向陽光健走的一個氣息 本次活動除了促進腦麻人士的陽光健走風氣之外 也更希望向民眾倡導 腦麻人士表達較為不易 但事實上大部分智商與正常人無異 在接受過適當的訓練之後 仍可回歸社會自立生活 身為復健專科醫師 我想我們平常的專科訓練都有接觸到腦麻的孩子 腦性麻痺不管他是在懷孕的過程中 或是生產的過程中 還有他生完以後的一個出生的一個照顧 或是他有發生一些疾病 造成他腦部的一些麻痺的一些病變的狀況 造成他四肢身體的一個張力的一個異常 所以對於這些小朋友他們的日常活動的協調性 還有他們張力過大的情形 我們在復健方面我們可以結合 我們一些治療師我們檢商力的一些活動 然後來幫助他們 當然日常生活的話 他們可以在家裡做一些簡單的一個手腳的一個 帶動器的一個訓練 或是在我們復健專科診所也可以做一個手腳帶動 我想嘉義西區福倫社是一個非常優質的一個福倫社 在我們國際福倫3470地區 像今年我們總監指派給我們的大型的一個搶救技藝的一個篩檢活動 我們在8月31號我們號召了1500位的民眾來做篩檢 我想這個成果非常的一個豐碩 那我希望這個西區福倫社我們未來的一個活動 立會的活動可以各家的活潑化 然後也可以帶動一些年輕的創業家 一起來加入我們西區福倫社 然後我們一起來結合社會 結合市政府 結合社會處 我們一起來幫助社會每個需要幫助的一個角落 一起來達到一個社會公益的一個目的 我們在內進行的時段 我們在內進行的行政局 我們在內進行的務大部分 我們在內進行方法 道理局 我們在內進行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